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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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 我們要使用標靶藥 其中一種就是針對EGFR EGFR 中文就是上皮因子細胞受體 以往傳統我們都需要利用 將抽取出來的癌細胞 作為一個基因測試 去看病患者的癌細胞 是否帶有這個基因的特變 而這些基因特變 我們發掘到這個把之後 我們會用這支標 有一些新的發驗方法 現在可以採用一個驗血的方式 我們叫做Liquid Biopsy 就是從一個病患者 患有肺癌的病患者的血液裏 看看有沒有機會抽取到這些癌細胞的基因 而讓我們找到這個 上皮因子細胞受體的特變 不過有部分患者 就算有肺癌 有這個EGFR的特變 也好 有時有一個假陰性 在血液裏面 因為可能不足夠 癌細胞的基因 走到血液裏面 讓我們測試出來 所以最好 比較準確的方法 都是由組織 抽取癌細胞出來發炎 但是有時病患者 因為腫瘤的位置 不能讓我們抽到組織的話 血液都是一個可行的方案